新北市一名接驳车司机 日前准备停号站的时候 看到行人站在路边 认为影响到车辆进出 下车理论之后 双方爆发了肢体冲突 一度互告伤害 但其实不只是一般的车辆 占用专用停号区有罚则 行人站在路边 影响到车辆进出 也可能被罚 男子与友人站在路边 突然一名黑衣人 怒气冲冲走过来要理论 双方你一言我一句 谁都没让谁 下一秒竟然出拳 演变成肢体冲突 接着好几个人也加入战局 当街互抢推挤大打出手 原因就是因为路人站在路边 影响了接驳车停车 事件发生在新北市永和区 当时一名黄姓接驳车司机 正要停靠 不过柯姓男子与女友 站在停靠区内 司机靠站时不满对方 影响到停车 下车理论爆发肢体冲突 更一度互告伤害 叫车会进来停 时常的每天都会有 明明知道 他就是要进来停就对了 回到事发地点 路幅并不宽 要是挡到接驳车车位 往往都会造成交通打劫 接驳车专用道 本来就不能停放一般的车车 不过民众若是站在这里 影响交通 恐怕也会被开罚500元 如果是在交通频繁的道路 不管是跑座站蹲 只要阻碍到交通 都能依法开罚500元罚还 而这回明显影响到了车辆进出 双方为真一口气大打出手 下场就是进派出所跟法院 接着胖玉卓中林新北报道 接着胖玉卓中林新北报道